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消息 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下周将访问欧洲 在外长王毅结束对该地区访问后几天 这说明北京在与华盛顿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正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的接触 根据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人士透露 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前往希腊和西班牙 杨洁篪是中国权力很大的政治局委员 据了解他计划可能在葡萄牙停留 预计他还将帮助为习近平即将于九月中旬 与欧盟领导人举行的特别峰会奠定基础 而杨洁篪此行凸显了 随着中内之间竞争加剧 欧洲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增强 这是继王毅外长五国访问后的又一次访问 在意大利和荷兰停留后 王毅周四在挪威 他还将前往法国和德国 在下周二结束行程 比杨洁篪预计抵达时间早几天 专家表示杨洁篪与习近平的关系比王毅要密切的多 而且是最高的外交政策代表 所以他的行程意义重大 总部位于柏林的研究主任还表示 据我所知 王毅和杨洁篪这种双重外交努力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时机显然是为了确保欧洲仍然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专家表示杨洁篪可能会在会谈中寻求有关中国5G技术的激烈问题 这是在欧洲备受关注的领域 而重点将放在他所访问的国家的伙伴关系上 中国支持的投资者已经对杨洁篪预计将访问的三个国家的港口建设表现出兴趣 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是中国人控制的最大海洋资产之一 但是在5G方面 雅典也承认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担忧 并表示华为在希腊没有什么市场 在西班牙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持有诺阿图木港口股份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控制了瓦伦西亚巴塞罗那等主要港口 而葡萄牙计划在西因斯港 这距离巴拿马是最近的欧洲设施 建设一个新的集装箱码头 也引起了中国和美国的兴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几周也在欧洲 他警告说中国是对欧洲大陆未来的威胁 因为欧盟仍然不愿意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 而北京专家也表示蓬佩奥此前试图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制造隔阂 试图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合作进行军事扩张来破坏中欧合作 他表示预计在中国重新推动在欧洲沿海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情况下 杨洁篪这次访问的重点将是疫情后的经济合作 而习近平预计将在下个月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前几周出席与欧盟领导人举行的虚拟峰会 欧盟和中国在投资问题上存在分歧 而布鲁塞尔指责北京在会谈中没有具体承诺 杨洁篪在上周还前往了韩国和新加坡 这也是美国大选前会见的地区主要大国 在六月他与夏威夷与蓬佩奥进行了七个小时的会晤 但是没有达成共识 而他最后一次会见欧洲官员 还是在出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持的利比亚问题特别会议时 他在那次会议期间 与默克尔还有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举行了会谈 呼吁在欧盟中国议程上取得进展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科技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 今天沃尔玛表示正在与微软合作 可能禁购流行的中文视频应用TikTok 两位接近交易谈判的人士表示 讨论仍然在进行中 并且涉及其他潜在的寻求者 他们并未授权公开发言 他们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哪些公司可能最终获得交易 不过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天做出决定 沃尔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相信沃尔玛和微软的合作 既能够满足美国TikTok用户的期望 又能够满足美国政府监管机构的担忧 而TikTok方面拒绝置评 微软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这款软件 已经被白宫勒令在九月中旬前出售美国业务 这群人士表示微软已经与字节跳动 就潜在的收购进行了数周的讨论 他们最初的讨论只是微软收购少数股权 然后交易范围不断膨胀 此后企业软件制造商甲骨文 还有其他的进购者也加入了谈判 知情人士表示潜在的交易价格在二百亿美元到五百亿美元不等 但是谈判是流动的形势变化非常快 微软拥有一千三百七十亿美元现金 市值超过一点七万亿美元 规模远远超过其他的潜在收购方 资源也最佳深厚 专家表示沃尔玛的参与很可能是最终确定微软成功收购美国业务的最后一块拼图 价格可能会高至三百五十亿到四百亿美元 周三晚些时候TikTok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在该应用应对了川普政府几个月的压力后 他将从公司辞职 他在给员工的信中说明表示 TikTok的交易可能即将达成 他写道预计很快就会有决议 而字节跳动的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在自己的声明中则表示 字节跳动正在迅速采取行动 解决其在美国和印度的问题 他说我现在不能够谈细节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正在制定符合用户 创作者合作伙伴还有员工利益的解决方案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香港有关的消息 同样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国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接流了一艘前往台湾的船只 并且扣留了一群香港活动人士 这些乘客计划在台湾寻求庇护 以躲避北京的安全镇压 这群人士表示 这群人中包括李先生 他是一位活动人士 两周前在香港被捕 当时新的国家安全警察部队突袭了报纸办公室 李先生已经被警方保释 警方说他涉嫌与一个外国干涉有关 而中国的海岸警卫队过去曾拦截过涉嫌走私行动的船只 但很少参与逮捕从海上逃亡的民主人士 这起事件可能会加剧与台湾的紧张关系 这次试图逃往台湾的行动让人想起黄雀行动 当时西方情报机构还有活动人士 协助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通过香港逃离大陆 其中有一些人在走私者的帮助下从海上逃亡 而中国当局试图拦截他们 中国的海岸警卫队表示 广东分队在周日上午在香港东南的中国领海 扣押了一艘非法越境的快艇 并且逮捕了十多人 包括一位姓李的先生 而当华尔街日报周四联系到广东海岸警卫队时 他们却拒绝评论 香港警务处处长则表示 他无法证实周三晚些时候出现在中国海岸警卫队官方微博的信息 他说香港警方没有参与行动 该部门仍然在向大陆当局寻求信息 李先生还有传上其他被捕人员的下落尚不清楚 他的律师也没有办法联系到 台湾总统一直是香港抗议者的坚定支持者 过去一年台湾也成为了一些香港抗议者的临时避难所 有一些抗议者担心自己会因为其他罪名被捕 于是逃往台湾 两地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而树伤林荣基是去年选择逃离香港 奔赴台湾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他说这次逃船事件对他来说并不意外 他预计在上月国安法生效后 还有更多的人会试图逃离香港 林先生曾经因为不满中国当局扣留他卖的政治书的书店 在四月在台北一个时尚的街区重新开了铜锣湾书店 开业一个月后台湾总统蔡英文突然造访了林先生的书店 并且留下了一张手写的纸条 上面写着自由台湾支持香港自由 而林先生说香港警方对抗议者的指控处理和大陆一样 当时他在电视上认罪后 在二零一六年才被中国当局释放 他说如果你是抗议者难道你不会害怕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门青年长的关注华尔街街 无新吧 这些连工人都内交集了 3人都内交集了 所以我会讨论一下 你会讨论一下 不可以讨论一下